在NBA新秀對抗賽當中 好小子只上場不到9分鐘 不過據說他是自己要來的 因為他想保持低調 雙手一拋 好小子借球從三分線 湖底正好就在籃框邊 讓Griffin狠狠爆控 NBA新秀對抗賽初體驗 林樹豪和灌籃王Griffin 空中堅立的精彩畫面 沒讓球迷等太久 但是這場新秀對抗賽 好小子不急著出風頭 只上場8分鐘 把關懷留給別人 自己和隊友兼超級好友Fields 開始搞笑 他做了很厲害的工作 我從他學習比我從他學習比我 連Fields都像說林樹豪太紅了 要他去後面當花瓶 灌籃王Griffin去年在全明星 週末敞進風頭成為灌籃王第一名 也以過來人的身份 給了林樹豪建議 Jeremy 告訴你 你覺得如何 以及你覺得如何 除了搞笑 Griffin還不忘提醒林樹豪 要在適當的時候懂得拒絕 好小子也不忘提醒自己 永遠不要忘記 單純愛打球的信念 我只喜歡Jeremy 想確實我 不改變 不讓我任何人 我仍然不改變 不在新秀賽中過度破光 林樹豪選擇少上場 謹慎處理短暫時間引起的狂熱 維持一段的謙虛低調態度 也和隊友打成一片露出私底下大男孩的一面 週天新聞綜合報導